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今天要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对于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的一条新闻 就是拜登在周一宣布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安全团队 其中他打算提名一位女性来监督国家的情报界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同时还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拉丁裔的领导人来领导国土安全部的工作 拜登的过渡团队在一份透露他的首批内阁人选的声明中表示 他将提名古巴裔美国人前国土安全部副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来领导国土安全部 而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的艾威尔海因斯将被提名为国家情报总监 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将担任气候变化问题的总统特使 这乃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一个职位 拜登的团队在周一还表示 会提名他的长期外交政策顾问安东尼布林肯来担任国务卿 还选择了另外一位长期助手杰克沙利文来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那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内阁的组成是比较多元的 这也是拜登一直在强调的 他邀请了黑人资深的外交官林达托马斯来担任他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就是其中的另外一个突出的案例 拜登在这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人的经验还有在面临危机时的重要能力 他们的创新和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在外交方面的成就是无以伦比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理念 不能用旧思维和不变的习惯来应对新时代的深刻挑战 或者说现在没有多样和观点背景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而拜登这样的一个举动也反映为他试图为新一届政府带来更多的经验 现在川普总统仍然对十一月选举的结果提出异议 并且拒绝让步 因此这样的一个内阁到底能否阻隔成功 其实现在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川普总统的总务管理局现在正在不允许进行一个典型的常规指定 就是允许当选总统获得过度资金和资源 表示现在由于法律的诉讼仍在继续 川普总统仍然是当选总统 因此拜登的过度团队仍然不应该获得资源 当然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而我们最关注到的恐怕是拜登经济团队的相关任命 拜登表示他已经选择了他的财政部长提名人 而这一位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就是前美联储的主席耶伦 如果的确是耶伦被选中 那么他将是第一位担任这样职务的女性 说到女性我们知道拜登还在考虑让米歇尔佛罗诺伊来担任国防部长 这也将使得佛罗诺伊成为首位执掌五角大楼的女性 那我们知道在国务卿这里川普总统转向的是一位企业高管 前艾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来担任他的第一任国务卿 而这一位国务卿与布林肯是有很大不同的 布林肯是有二十多年与拜登一起工作的经验 之前就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国务卿 而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就是他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 合作历史可以追溯到九一一事件后的华盛顿 当时布林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参谋顾问 而拜登则是代表特拉华州的美国参议员 有趣的是布林肯和弗洛诺伊女士在二零一几年是成立了一家名为西政咨询的公司 主要为企业提供地缘政治方面的建议 但是这样的一段经历现在也会有一些争议 那我们首先为大家看到的仍然是经济内阁相关成员的情况 刚刚为您介绍到拜登计划提名美联储的前主席耶伦来担任下一任的财政部长 耶伦是一位在政策制定领域已经占了三十年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 如果的确获得参议院的确认 那么耶伦将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女性 这是历史性的一次成就 而同时拜登的选择将这一位近年已经七十四岁的劳动经济学家定位为领导她的政府 努力推动从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破坏中复苏的这样一个基调也可见一斑 此前耶伦就是第一位领导美联储的女性 如果这一次有领导财政部 那么她将成为第一位领导财政部央行还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人 叶伦在周一的电话中是拒绝发表评论的 所以她是否被提名 这样的消息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确认 而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哪一位人来做财长 拜登的经济团队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前景 现在数百万美国人仍然面临着失业 而就业增长在五月六月七月企业重新开工后大幅反弹 现在又出现了放缓 根据摩根大通经济学家上周公布的数字表示 由于感染率的上升 未经美国经济将在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略有收缩 那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上任之前 也面临着非常黯淡的景象 但是当时民主党人士享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大量多数席位 对于行动的政治限制要少很多 而即使民主党人在一月初赢得佐治亚州的两次第二轮选举 剥夺共和党人的参议院多数席位 拜登也不会出现大幅领先这样的参重两院合力局势 而耶伦最近表示 如果国会不愿意花更多的钱来打击失业 并且保持小企业活力 那么经济复苏将是不平衡 同时也是软弱乏力的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一次采访中 耶伦女士表示现在外面有大量的痛苦 而拜登过渡期的官员则认为 他在过早撤出政府刺激政策的危险性方面 是一个重要的话语权 而且如果国会在行动上犹豫不决 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和美联储以及行政部门的机构密切合作 并且为整个经济提供更多的支持 那我们也知道 耶伦之前在二零一四年是在两党的支持下 被确认成为美联储主席的 他在二零一四年的确认中 一共获得了十一张共和党票 其中包括三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分别是北卡雷纳州的博尔缅因州的克林斯 还有阿拉斯加的穆考斯基 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将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后几年 两党遏制支出的这样的一种冲动 认为是阻碍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 而耶伦自己也评价表示 这延缓了经济的复苏 他认为低通胀增加了对于激进货币和财政政策风险的需求 同时也降低了风险 那我们也知道耶伦与外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有着广泛的联系 他本人也收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而这正是拜登政府寻求重建与盟友关系的重要资产 拜登在上周曾经表示 他的选择将被民主党内的自由派还有温和派两亿广泛接受 许多观察家立即认为这是他选择耶伦女士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美联储 耶伦拖动同事们比央行传统上更加关注美联储在促进强劲劳动力市场的任务 而国会则要求维持稳定的通胀 在之前的演讲中他提醒大家注意 增长分布不均有着巨大的代价 以及政府政策对于提高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有着巨大的好处 这样的一种强调偶尔会招致一些共和党议员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样的担忧超出了央行的职权范围 但是这也迎来了美联储更加广泛的转变 在主席鲍菲尔的领导下 美联储呼吁更加关注这些问题 并在今年八月将其纳入了美联储的政策框架 当时就没有引来更多共和党人的批评了 他是这些有关于妇女权益以及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忠实关注者 但是坏消息可能是美联储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做太多的改变 但是行政部门却可以做很多事情 财政部长作为总统的密切顾问 可以对于这些问题产生更大的影响 那么说到耶伦女士本人 她在二零零四年开始到二零一零年就担任了旧金山联储主席 期间就经历了住房繁荣和萧条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 经济的严重衰退 还有缓慢的扶苏 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她与美联储的时任主席博南克 以及担任美联储的副主席 当时美国的央行是将短期利率维持在零附近 以支持就业增长 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八年 奥巴马总统挑选她来领导美联储 在这期间美联储有一些同事认为应该赶快开始升息 而她愿意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她在这些同事之间游刃游豫 她选择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一直到二零一五年底 然后非常缓慢的取消这一些利率上的措施 以帮助刺激就业增长 而说到耶伦本人的行事方式 突然认为她的人员非常好 但是同时也坚持原则 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跟她曾经共处过的人表示 她被低估的天赋之一就是 以相当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推动达成共识 她总是可以把事情做好 其实川普总统也曾经考虑提名她来连任美联储主席 但是最后选择了时任的美联储理事鲍威尔来接替 而鲍威尔的资历与耶伦有很大不同 他是前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位高管 此前耶伦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七年的时候 也担任过美联储的理事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也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她的前同事们形容她做事非常严谨 而且注重细节 在美联储的政策会议上 她彬彬有力严肃认真 并且准备工作一丝不苟 而曾经与她共事过的美联储同事表示 如果她成为财政部长 当她和其他国家的财长们一起进入房间的时候 她将是这个房间里准备的最好的人 当然可能是最聪明的人 但是绝对是准备的最好的人 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布林德先生 她曾经与耶伦女士关系密切 在美联储合作 她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而财政部长在总统接班人中排名第五 她将管理着一个从税收到公债管理 以及实施国际制裁的官僚机构 财政部长最迫切的需求在当下的情况下将是监督经济的复苏工作 而耶伦将在拜登的税收和支出提案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抵押贷款金融巨头房利美还有房地美的未来 以及在三月大流行并震动核心资金市场后 努力增强国债市场弹性等重大决策中担任核心地位 根据我们看到的数据 自从二零一八年离开美联储以来 耶伦向民主党国会候选人还有竞选委员会捐款一共四点四万美元 再加上八月份向拜登的竞选活动捐款两千八百美元 耶伦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常就可能定义 他在财政部任期内的问题发表讲话 比如他支持征收排碳税 认为这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方式 耶伦在一月也针对香港问题发表讲话 与北京的长期问题 他认为没有在川普政府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解决 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还有对具有重大国家安全影响的新技术的竞争 这些问题有可能将世界拉入两个最大的竞争领域 而当时耶伦认为我们面前有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监管方面 他是坚决捍卫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后改善银行监管的努力 在今年早些时候 他对二零一零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了评论 那我们知道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是专注于最大的银行 而没有给监管者更好的工具来解决危险更广泛的金融体系风险 比如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增加 他当时对此表示失望 他说我非常沮丧 我们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这种风险 在三月份的一次采访中 他说法律实际上并没有为监管机构提供良好的基础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现在叶伦女士的首要决定之一可能是决定是否在鲍威尔的批准下重新激活 并可能改造美联储和财政部在今年春季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所推出的一系列贷款支支措施 在四月份的时候叶伦曾经对这些支支措施表示赞扬 并为央行辩护反对将其独立性拨手让给财政部这样的批评声音 当时叶伦说如果美联储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担心 在未来的某些时刻里通过做他们被设定的事情 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一些自主权 他表示其中有一个项目的重要参数 就是购买向中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 可能还不够慷慨 而这样的一个项目在运作的前四个月里 仅向四百多家公司提供了四十亿美元的信贷 那我们知道财政部长沐浩钦在上周决定 这些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停止 这就拒绝了美联储寻求延期的要求 而拜登的过渡团队一直是批评姆努钦这样的决定 那我们也知道 虽然耶伦自从疫情破坏美国经济开始 一直强烈主张要增加赤字融资的政府支出 但是他在去年也表示 联邦的预算赤字正在走向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在去年对一个住房贸易组织的演讲中 他警告表示提高税收可能不足以时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项目 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并且警告可能会有痛苦的权衡 耶伦曾经就各种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文章 同时他主要研究的是失业的原因 失业的机制 还有失业的影响 耶伦曾经说 对于我而言这些不仅仅是统计数据 他在二零一三年二月对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我们知道长期失业对于工人以及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 耶伦本人是纽约的布鲁克林人 他毕业于布朗大学的经济学专业 并且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是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的名誉教授 而他的丈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 经常与他合著的乔克阿克洛夫 他们有一个儿子也是经济学家 在耶鲁大学 他是从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托宾 托宾是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知识传人 他认为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联储官员在二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期间 做出的七百多项预测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耶文女士的记录最好 他警告其他人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的 并且淡化了通货膨胀的威胁 在此期间耶文一直是主张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 他的同事担心美联储购买国债 并且抵押债券知识证券是在招致政治风险 而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目的是在美联储将短期利率 压进到接近零的水平后降低长期利率 而当时耶文就告诉了同事们 他们更应该担心的是重蹈十多年来 深陷通缩的日本的覆辙 过早的撤回这些刺激措施 根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会议记录 当时他说长期不履行央行任务 与资产购买损失一样会损害央行的声誉 有另外一位人士现在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也就是美联储现任的重要领导人布莱纳德同样也是一位女士 而根据此前彭博尔的消息 他已经被拜登的盟友告知他应该留在美联储 这让他当选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的几率几乎就成零了 那我们也知道布莱纳德是美联储董事会中现在唯一的民主党人 而现在美联储的大部分职位是由川普总统任命填补的 而当鲍威尔的任期在二零二二年到期时 他可能是美联储主席的主要候选人 那我们也知道布莱纳德在大选前成为首位女财长的主要竞争者 但是最近几周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人士推动拜登选择前美联储主席叶伦来担任这样的职位 拜登在上周表示已经决定自己的财政部人选 但是拒绝偷渡他将提名谁 叶伦肯定是符合了拜登所描述的民主党全党都能够接受的人选 进步人士对于他有很大好感 部分原因是他认可对于碳排放征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想法 而布莱纳德也是另外一位经济界出色的女性 她是奥巴马政府任命的美联储成员 二零一四年以来一直在美联储任职 她的工作范围非常广 包括监督央行与流行病相关的紧急贷款项目 但是有关于拜登政府中的最新人选是否有争议呢 当然是有的 刚才我们就提到被认为是拜登政府中最可能国务卿人选的布林肯先生 他就曾经因为联合创办了一个叫做西政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公司 被认为有可能会卷入政治上的争议 同时卷入争议的还有被认为是拜登可能的国防部长的弗洛诺伊女士 这样的一个公司从来没有公布出客户的名字 但是我们知道他曾经与谷歌的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尼特创办的慈善机构合作 并与谷歌内部的一个孵化部门叫做Jigsaw有合作 而西政在其网站上表示 他的客户包括一家领先的美国制药公司 还有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科技公司 他帮助这家公司来防范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 这类咨询公司往往会利用现行法律的弱点 所以他们的客户以及他们到底如何试图与他们影响公共政策 是非常不透明的 而找到这样一个公司的重要创始人来在政府中担任国务卿这样的要职 显然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其实这不仅仅是共和党人的抵制 进步的民主党人还有更严格道德规则的倡导者 在多年来一直呼吁扩大游说规则的范围 以包括战略顾问以及在幕后工作 以帮助企业制定游说策略的高管 而根据知情人透露 拜登竞选团队组建的道德政策小组的一些参与者 也认为政府应该扩大雇佣限制 不仅包括游说者还包括战略顾问 而另一些人则表示政府应该禁止为企业利益服务的说客 但是允许为工会和非盈利组织服务的说客 拜登固度团队的道德政策是采取了更多以个案处理的方式 禁止那些在他们被指派负责监督问题上进行游说的参与者 除非他们获得豁免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 固度团队在本周任命的审查机构人员名单中 至少有三人最近登记为工会游说 对于建制派民主党人的压力也来自国会中的进步人士 比如沃伦女士还有AOC 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拜登政府对于这些人的审查过于宽松 如果化石燃料公司的CEO不应该被安排负责美国的外交 石油方面的游说者不应该在共和党政府下负责内政部 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一个主要银行或者是金融公司的官员 或者是游说者应该在民主党政府下负责金融政策呢 这是十三位众议院民主党人上个月被民主党领袖 纽约的参议员查克舒默的一封信中所写出的话 如果说围绕布林肯的争议还是一般的话 那么围绕着另外一位国土安全部部长提名人马约卡斯的争议则更加激烈 在奥巴马政府他一直是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局长 他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督EB5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向投资至少五十万美元的美国新企业外国人发放签证 而这些企业将创造或者保留国内的就业机会 马约卡斯据称利用他的影响力 帮助华为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获得了签证 那我们知道这一家公司因为与中国情报和军方有联系 而受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 而EB5的申请中也有更多的争议案例 其中有一个申请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的兄弟安东尼罗德姆所经营的公司 海湾基金管理公司提交并支持的 这样的一家公司与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候选人麦考利夫所创办的电动汽车公司叫做Greentac有合作关系 而麦考利夫正在中国建厂 2010年12月的时候麦考利夫写信给他要求他加快该公司的EB5申请 并重新审议之前被拒绝的申请 而希拉里的这一位签警则直接写信给马约卡斯 敦促他加快审批Greentac的EB5申请 而有关于调查的报告引用了监察局办公室发给立法者的电子邮件 通知他们马约卡斯正在接受调查 但是表示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 那么马约卡斯此前的行径是不是会在这一次参议院确认中引起更多的麻烦呢 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在今天的今日华尔街节目中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拜登内阁的更多提名人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将掌管美联储以及财政部两大重要经济部门的人可能都是女性 这显然是创造历史的一次任命和提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基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日华尔街民间同一时间 与你不见不散